未婚男女们组成小队在动物园解谜寻宝一起烧脑,进而认识彼此 还有搭乘猫懒,共赏猫空美景,同时享用茶香特色餐点 松山区公所松山之恋幸福放送单身联姻活动 呼应市民期盼,加开一般林场次 结合猫空猫懒以及动物园寻宝等联姻活动 让参加者分享彼此的价值观,创造两人配对的机会 活动当日更成功配对了13对良缘 这个爱情所会给大家带来好运 那刚刚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其实非常真好 我再透过这个过程里面跟隔壁的另一半好好的聊聊天 也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过程里面好好的认识一样的朋友们 那相信今天大家都会收购满满满 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利成功,谢谢 区长游竹萍表示近年来结婚年龄逐渐提高 为落实台北市的人口政策 单身联姻一直是松山区公所重要的推广活动 大家参与意愿也非常高 一开始报名就呈现秒杀状态 8月6号在林安泰古厕举办的单身联姻活动 也成功配对11对良缘,成果显著 这个季度区公所登记的,有没有什么大奖 这个大奖的部分我们都有准备着 所以如果说你们有做登记的话 这个部分工作随时控制我们 然后到这个顾问区公所在5月4楼 可以马上做登记 登记完了之后呢 如果这个有更好的爱情结婶 市政府有会的这个参观过程都可以处理 那待会呢我们有一个这个演书 是我们松山宫庆的这个演书 你们和大家加一下 那公所有相当多的活动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参加 那结束的时候会给大家一个 虚花、兴趣的口罩 那也请大家到时候就是可以 我们每一区都有虚花 那在松山区的部分是出集 那你口罩还蛮不太多 欢迎大家给一个活动的使用 然后参加公所的这项活动 谢谢 为鼓励参加者能积极延续缘分 松山区十三庄信仰中心财团法人 台北市松山持幼宫 也特别为单身联谊参与者 准备特制爱情锁 并祝福大家幸福解锁爱情营门 再大喊一声松山区 好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明智 打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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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ourcing